今天是连锁加盟展的第一天 很多传统的早餐店啊 外带饮料的专卖店等等 为了要扩展都有创新的方法 像是有早餐店推出了超高级的松露汉堡 每一份要价180块钱 要强攻的是高消费族群 而外带的饮料店则是为了要拓展海外市场 推出了非常吸引人的澳洲打工留学 早餐店汉堡大家几乎都吃过 不过这块可不是一般的汉堡肉 因为里面加了超高级的松露酱 光是一份汉堡就要价180块 松露汉堡现在要加入战局 这个汉堡180块 真的啊 哇 这高档货 觉得说在高档的东西 在早餐店也是可以有人在消费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跟别的早餐有区隔 加盟展早餐业者打出高档食材要区隔市场 而另一家早餐加盟店则是跟最夯的Facebook开心农场合作 只要消费满77块 就可以拿到农民币的序号卡 推出不到两个礼拜 业绩成长至少10% 超乎我们的预期 而且营业额的部分已经超越15%左右 外单茶饮店也有新的突破 手创全台开始贩售宝特瓶装的饮料 看准瓶装茶饮的市场 未来还想进军便利商店 结合了新鲜线做一个特色 加上一个瓶装市场 其实是它本身是容易携带方便的 而这家外单饮料业者主攻海外市场 推出澳中打工游学 消息一公布就接到200多通询问电话 我们台湾很多人想去那边游学打工 可是去到那边的时候 它第一个工作很不好找 不管是传统的早餐店 还是外带饮料的专卖店 在今年的加盟展上 都有大动作的突破 就是希望在过度饱和的市场 开发出新客群 专期训练成家里面的扫板 推广报道